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丁冠中 毕业于北新国中数理只有班 现在就读家里高中科学班 我的父亲大概在我国二的时候 五年前 罹患了四网我国里 之后家里的经济 算是有点拮据 因此 现在 我立志成为一名眼科医师 不只是帮助 父亲能够重见光明 也希望帮助其他眼睛有问题的人 重新看到这个世界光明的一面 你好 我是临红武 毕业于北新国中的自由班 然后现在就读家里高中的科学班 我今后想要就读的科系是台大的牙医系 因为从小 因为齿裂不整齐 所以一直有自卑感 所以之后我想要就读牙医系 成为一名牙医师 然后去拯救那些 因为牙齿排列不整齐 而有自卑感的人 让他们重拾自尊心 我未来打算就读香港大学 因为我希望在国际的领域上发光 成为一个国际级的人才 也顺便荣耀我的母校 然后并且香港他离台湾很近 而且他也是华人社会 我觉得 我觉得他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跳板 在适应上我可能比较没有问题 然后我就可以 这是我的目标 让我以后要一步步走向国际 在世界发光 谢谢 那你是怎么念书的 读书有没有什么配包 读书配包就是要重视观念 就是要详细的 每一个概念都比较轻易的结合 要去问为什么 然后让自己能够融合贯同 不过来